啊,你看看他,一天靠抢红包吃得跟个嘎嘶罐似的 这样是进咱们家,锅还不得爆炸了吗 小米莲,你家人说我像嘎嘶罐 这个我比,但我炸不了啊 我没气啊,但是现在我有气啊 小米莲,咋俩啊,黄了吧,我走了 你我走 我就走 宝宝,你别听他们的,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宝,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一直以来,期盼的完美伴侣 我不能没有你 我吃饭的时候想你,工作的时候也想你 我今后的漫长生活,更是不能没有你 你回去嘛 宝宝 小米莲啊,你给你爹留点脸吧 爸,我当年我戒烟戒酒,我怎么就要了你这么个玩意呢 哎呀,哎呀,妈 还有脸疼啊 哎呀,别别 爸,爸,爸 别扔信,妈,别扔信 这个年轻人的爱行了,你们不太懂 对对对 来,你们该那个厨地留的炉子 对对对对,该走走吧 好,走吧 好,走吧 走吧 我往哪儿走啊 是啊,我们还往哪儿走吧 妈,妈,你们不是说要去那个养老院住去吗 对啊 哎呀,我们去什么养老院呢 这不妈,咱们小区的你陈叔,住养老院去了 我和你爸寻思啊,我们都是老同志了 过那头去看看他们去 再说了,就你们几个在家,把家长成这样 我和你爸能放心离开这个家吗 那你不是去养老院住 谁告诉你,我们要去养老院住的呀 妈,我们就是不想让你们去养老院才演这出戏给你们看的 我也没让人骗了 妈,不能去养老院,我们还没跟你们带够呢 爸妈,人家都说家有一老,母有一宝 咱家俩宝呢 我们还要送你们到老呢 你们养我们小,我们养你们老 说句实话 我跟你妈也舍不得离开你们 现在我们也没有去养老院的打算 是啊 等到你们日子过好了 小米正也成家了,宝宝也长大了 我跟你妈到那个时候 就去养老院安度幸福的晚年 大宝也是来配合我演戏的 其实他也不是靠抢红包活着 大宝这个人挺好的 还这么孩子呢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 那个小米粒啊 你看这都多好是吧 要不咱俩也是假戏争端 我就不滚 你还想干啥呀 我想干啥 我叔叔阿姨不是想上养老院吗 我开车送你们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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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那这给你们干嘛呢 我给你们干嘛呢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 哈哈哈哈 叔叔阿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你说 你不也盼盼着小米粒早点成家吗 那我和小米粒的事你合递合递呗 你要是同意我就开车送你去 哈哈哈哈 我还是打车吧 哎 叔 咱俩有车你打啥车呢叔啊 去了 这咱还没出来啊 谁呢 着急吧 我还跟他说 关键时刻就得隔壁老汪 来吧 白家你们着急了 慢点 回来了吗 哎呀 哎呀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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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怎么不拿个手机呀 你说你走了怎么不告诉我 没事 你还回来干啥呀 你把我气死就完了呗 啊 我才走一天 你们大伙就都想我了 看来 我在这个家 凸显出了非常重要啊 啊 哎呀 老头子啊 瞅你那样 没啥事 这不是早晨吗 起来我上咱们花园小区去锻炼去了 就碰着你张婶来 你张婶说呀 那郊区有一块地有野菜 那包饺子才好吃呢 我就跟他去了 我就跟他去了 人家家人口少 挖点够树了 人家就走了 我现在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那挖少了 到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 妈心不疼吗 啊 所以我就在那多挖了一会儿 结果就把时间给忘了 哎呀 抬头一看呐 那搬车也没了 我就到那村子去了 正好有一个小伙 赶那鼓动那农村开的那个 蹦蹦蹦蹦蹦 三绿蹦的去 我就跟人说呀 孩子你送大姨一趟 哎 人家二话没说 开车就送我 往回走 结果干走不到家 干走不到家 我说小伙你把车停下 我下车打听打听 我说那个沈阳那幸福小区在哪儿啊 人家说啊 幸福小区在沈阳啊 我们这是法库啊 这我就把道走岔了 就耽误时间了才回来 刚才到大门口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扶着大门那栏杆 我跟他喘气 哎 正好碰着田笨笨来 这孩子从大门口 一直把我背到咱楼跟前了 哎呀 谢谢啊 这范奶奶啊 为了给你们包饺子 都累坏了 是啊 你看我这脚脖子都肿了 孩子 哎 你好 哎你好 来请请请 我刚才打了电话 啊 啊 你是钱总吧 来 这个是欠条 你看是你撕啊 还是我撕啊 我觉得都别撕 为什么啊 因为我不是钱总 啊 那你是 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 风斗翩翩的钱总呢 您是 是他小姨父 啊 他是我小姨父 啊 你好你好 那钱总呢 他现在刚谈完一个亿的生意 所以说他特别累 正在休息 啊 一个亿 知道吧 你先回去 明天把钱打给你 行行行 好吧 好 什么好我就回去了 我是来要钱呢 我今天必须见到钱总 要不然我没法交差 哎 是是是 钱总啊 明天也一样你 钱总啊 你听我说 钱总你出来也 谁啊 哎呀 睡觉呢 哎呀 小姨父啊 哎呀 没办法了 他非要见你 哦谁啊 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 风度翩翩的钱总 正是我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个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 哦 我知道 嗨 十万块钱 是不是 对对对对 行你先请坐吧 好好好 我还有点事没处理 小姨父 哎怎么办 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 哦对对对 好吧 你请坐你请坐 我还有点事啊 好好好 小姨父啊 你接着说 你看 你哪不舒服 我很舒服 我明白了 谈项目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 你就把那一个亿给我吧 我也不容易 项目等着用呢 求求你 那一个亿对你来说 不就是九牛一毛吗 好不好 麻烦你了 哎呀 一个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哎呀 但是我得考虑考虑 不是 陈总你看我这十万块钱 你不用考虑 你能不能先把十万块钱给我 你等会 哎呀 陈总还考虑什么呀 小姨父 哎 咱们是亲戚 对 你撒了那么多的钱 你还差我这一个亿啊 对不对 你给我 然后我这个项目 就能进行下去了 你跟他说什么项目 经理 你看 来了吧 啊 哎 赵经理啊 哎 贾经理 问你点事啊啊 平时你们家的谁洗衣服 那个啊 啊 那个啊 我洗的 我洗的衣服 你闲的呀 啊 那衣服在盆里待着好好的招你得你了 是 你没事了是他干啥呀 啊 那个 天经理啊 啊 今天这衣服啊 确实不是我洗的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洗的好啊 啊 啊 咱们女孩子啊 啊 你们女孩子啊 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非常好 啊 啊 那不是说洗衣服不好吗 洗衣服有啥不好啊 问题是晾衣服的 赵光子 今天这衣服谁晾的 啊 也是我晾的 晾的对 啊 小米灵 天这么热 那衣服我洗完不晾不搜了吗 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 赵光子 乌业说没说 三零五神强调 不让私自大量一架 怎么这乌业副经理这点事传达不到位吗 是我我错了 我我我我我下回一定改正 我我再说一遍啊 以后归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 再破坏的话 我跟你说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 斌斌你这么凶呢 这个哎呀我啊消气啊 哎大姐夫哎 这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啊 我当物业副经理啊 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 啊 跟业主说话好好说和颜悦色知不知道 你说就你这态度我能不批评你 去去去 反应反应 啊 大姐妹过来 啊 谁呀 跟谁俩整下整下呢 他干啥的 不是 这我们单位的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家呀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呀 大姐夫啊 对啊 你大姐夫啊 他呢 他是有可能是咱未来的三妹夫 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 你俩中间是不是还隔个二呢 是啊 是隔个二 对呗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这个时候你这么灌着他 嗯 你信不信你要给他灌出毛病来 以后咱们家前准分 左边给你挖坑 他在右边就敢给你埋土 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 是好 还是好 搂他 前妹妹 啊 搂你 什么啊 那个 你在家里边 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 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 大姐夫 哈 那个 呃 有什么吩咐 隔着二过来 隔着二太难听了 三 过来 这不就好听多了吗 大姐夫我跟你说啊 未来的妹夫 哎 以后你对大姐夫你得客气点 是不是 是 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是我三妹夫 你得跟榜样学 你跟好人学 是 你别跟前生分学 你知道吗 天天第一个铁锹给我挖壳 哎 天天妹 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壳 嗯 我主要找你是谈谈工作 经理行致事 哈哈大姐夫啊 大姐夫 你说 那个我我知道天经理 这事确实是 哎 嫂子 她是不是没介绍过我啊 她谁呀 高中痛血 果子型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 咋的啊 我开锁的 瞧不起我 是不是 我瞧不起谁 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 你是中国大同家 那就是 你老大 你老大 说你就走呗 你咋那么欠呢啊 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 闹什么洞房 大晚上 拿个大锁 给我和我媳妇咔嚓一下锁一块的 他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 拿着钥匙就走了 嫂子 洞房花竹叶 这是多难得那时刻 哎呀 我还跟我媳妇鼓出一晚上锁 二天一早 我已经给他弄开了 哎呀 从那一天开始 我改行了 我不贴小广告了 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太立志了 我去的事拜替了啊 我配不是 我请你喝酒 咱喝酒 慢走啊 站住 说啥呢呀 在家里面那不是嫂子吗 咱哥家喝呗 上哪喝去啊 而且啊 你俩结婚的时候 我没敢上 这样 把你俩结婚那一套 再给我来一遍 不是 这个 自行 没这个必要吧 没必要 非常有必要 我这些年就只这事活着了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 我爱你 赶紧捡起来 保一条快点来 老公老公 继续说你爱我快点 继续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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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你叫他啥 老公 这是我老婆 俺俩两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俺俩两口子 哎呀 俺俩两口子 你气人不气人 有什么好笑吗 不是 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受不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保姆啊 是 你刚才不进来说 跟我们全家那过不去吗 我不是怕沾包吗 行 你家人厉害啊 我上一次来 全家合着火的调理我 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 是不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们涮你 是你自己涮你自己 你可拿倒吧 我跟你说 锁你车不是目的 那你目的是啥 是锁你的车 哈哈哈哈 为啥锁你的车 你老乱停车 你知道吗 那我停哪呢 小区有停车位啊 你进停车场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呐 没钱你买车 那不有停车位吗 我就买了辆车 我停车位你停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呐 没钱你买车 他不让我进吗 你进呐 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 那他不是有停车位 我就买了辆车吗 他不让我进 他没钱给我车呀 他不让我进 你交了 你俩能不能从停车位里蹦出来呀 行 赵刚子 行 我乱停车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找不着你人 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上次拉你家电闸找你就找不着 打电话你就不接 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 你还是不接 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 现在什么社会上还存电话多老土啊 那你说咋不图 加微信 加就加 扫一扫 摇一扬 啪啪啪啪啪啪 你叫啥 你叫啥 出气活 加上了 咱俩就是朋友了呗 就是朋友圈了是不是 好 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 行 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 可以 是这样 小区就是咱们的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不对 对家得爱护 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 乱停车别人都出不去了 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我是物业 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 对业主不负责 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 句号 在 我能不能回复一条 可以 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 我刚想去交 夸插钱包丢了 我刚想去补卡 夸插 你把我车给锁了 你说我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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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丢钱包了 No 你在哪儿丢的 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 那还叫丢吗 那叫丢 不是 你是不是 撂在咱小区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在小区 刚捡了一个钱包 哎呀 那是我撂的吧 那不一定 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 嗯 我问你 你那个钱包 是个啥样的 是个包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钱包里有啥 有钱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除了钱还有啥 卡 我对你的智商堪忧 除了钱和卡还有啥 还有张照片 你等会儿 哎哎哎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哎 真有张照片哎 这照片里边 这个女的是谁呀 我妈 那不行 一个字 捐 干啥 没完呢 这些都只是铺垫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第四项 还有第四项 我给小黄啊 准备了一个 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晴天霹雳大惊喜 对 怎么个大事 就是这三项 都完成了之后 啊 那什么 你把你把这两混的烟花给我放开 就到时候 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炫烂 我就不信小黄 他不敢动 你敢动一个你给我试试 你看你敢动 你咋那么敢动呢你啊 又咋的了 又咋的了 蜡烛我都不让你点 我让你放炮啊 我告诉我 我告诉你啊 小七说过了 小七说过了 无论是谁啊 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 不好使 不是 哎 小脸 你 你理解理解我呗 我现在都老男了 你老什么男呢 别着急 我有办法啊 这样 小四 你绑着这两捆烟花 拉着黄小黄的手 然后你就回家 你把门关上 在你屋里放 叮 那看 那看我个真灵啊 那还打上一遍 看啥 哥家给他点着了 你不给我家绷着了吗 你看你看你看 这时候明白了 你在家里点 容易把你家绷着了 那你要是在这点 你不把整个小区绷着了 怎么办 多危险啊 这绝对不行 俩啊 我求求你了 你真不知道 我现在的处境 我都老男了 你帮帮我呗 你到底怎么男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呀 前一段时间 跟小黄关系 出得挺好 突然有一天 他说我不浪漫 不搭理我 现在我这打电话 不急 发信息不回 我合计给他朋友圈 点个赞吧 还告诉我 你的朋友 只为你显示 半天然的朋友圈 半天然是啥意思啊 就是把你删了呗 是吧 是 所以我才在这 堵他下班是吗 不 这样小色啊 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 我都能帮你 但是最后 这个晴天霹雳大刺花 我有点 我得合计 你还合计啥呀 这都快辣呀 我都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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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像吗 真想 早就像的 早你认识我吗 我 我在梦里认识的 你就是我在梦里的那个他 那这么说 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呗 那你真想跟我戳 真想啊 那你经得住考验吗 哎呀 你别说考验了 你把我考了都行啊 行 进屋 小明天 那可是你的闺房 男人不能随便进的 哎呀大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闺房啊 那我俩谈恋爱 总不能当着大家伙的面谈 对吧 对 我听你的 哎 哎 终于啊 终于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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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哪有妹妹谈恋爱情 人在外边通平 有点太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妈呀 哎 有点 有点 啪 差不多 我跟你说 有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老哥呀 哎呀老哥 就小米日刚才你说的话呀 嗯 我是太受感动了 哎呀人家 啊 哈哈哈哈 回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咋的了 太吓人了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你跑什么呀 小米呢 小米粒 你怎么把这孩子瞎那样呢 对啊你干啥了 没干啥呀 我就是跟他在谈那个恋爱的事呢 大宝哥 你别这样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怎么想的 你也太能祸祸祸人了 哈哈哈哈 你说就这一会儿的购物 上网购物就花了我两千多块钱 哈哈哈哈 谁受得了啊这个 哎呀 而且咱这小姑娘啊就喜欢网上购物 这很正常 哎呀 爸呀你拉倒吧 就这样事的呀 咱娶回家又不上一个月 咱家就得破产 哈哈哈哈 你瞧瞧瞧 大爷给报销啊 大爷呀大爷你听我说呀 不光是钱的事 他还给我规定呢 规什么定了 他 他规定我每天都得向他表白 那你就跟他表白呗 不是 别按他说的表 哎呀 儿子 男子还大丈夫嘛 得经得住考验 他让你怎么向他表白呀 他 他让我表的是 一生爱一次 一次爱一次 世事如一日 每日发四千四百志 诗诗诗诗诗诗 如不发四千四百志 하�四千四十四十四 就爱我四千四百志 驱 恶 哎呀 儿子 就不正好发毁你的特长吗 特长啥呀 我这丫头充瘋了 吃 小米亮 小米亮 吃 你干啥呀你呀 人家刚才那 什么炮啊 什么枪啊 人家说挺好 你非人家说 steroids 说你干啥你呢 你这还哪有这么凶人呢你 我没凶人 大宝哥 我凶你了吗 你没凶我 是我自己凶我自己 那你现在看我还 行不行 一个字 绝